那年花开月正缘正在热播 吴品死后 周莹好不容易怀孕 也是她的怀孕 差点让她失去性命 如果吴品没有儿子 那么吴家冬月的财产 就是三位兄弟的了 现在周莹怀孕 惹怒了吴家三嫂 周莹被陷害通奸 孩子没了 还被沉堂 是沈静怡救了被沉堂的周莹吗 沈静怡一直爱着周莹 只是爱她的方式错了 周莹现在心里只有吴品 她要为吴品受管一生 好在吴品和周莹 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而她和沈静怡呢 最后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周莹被欺负 沈静怡总是出现在她身边 周莹被陷害沉堂并没有死 然而 害她的那些人不甘心 最后害了周莹再次入狱 就在周莹被陷害入狱后 沈静怡带着周莹逃走 说是迟那是快 周莹看到沈静怡被冠冰刺伤 此时此刻周莹才明白 自己一定爱上沈静怡 只是两家人员太多 没有办法在一起 沈静怡为她受了不少苦 替她挡过刀子 替她挨过棒子 即使石头也该热了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了 把你们想说的 发在下方评论区哦